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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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阿神 阿神 我們今天在日子很高興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稍微介紹一下六點思考帽 然後分享它在我生活中說它是會改變 那六點思考帽它其實是源自於一個法國經理學家 它叫阿花的工 它是一個思考帽 它講求就是從不同角度去思考同一件事情 然後客觀的分析這件事情中做出結論 那我等一下會分享一個我生活中的小例子 就是我去年九月的時候 我到德國進行一趟獨自的旅行這樣子 那為什麼會去呢 是因為這個樂團 它是一個德國的樂團 那我是先聽到這個樂團的歌 就是他比較好聽 喜歡德文才去學德文 然後才去德國這樣子 那就是我去德國的動力這樣子 那接下來我就去書局開始搜尋一些資訊 比如說我要怎麼去啊 我要去幾天 那到那邊之後我要做什麼交通工具 這樣子 那我就開始在想說 這趟旅程是不是 如果只是單純出去的話 那其實沒有任何的意義 那我就想說 是不是比較特別的方式 那我後來就選擇 用了coach-study的方式 我就是找 在每個城市找不同的沙發族 然後去住下來 那我估計去21天 那我就是21天都只有找到 大概17個沙發族這樣子 那這個時候問題又浮現了 說會不會讓阿花邊發現 欸我聯絡不到沙發族 因為畢竟我那時候 我或是說可能沙發轉變的狀況 或者說我遺入了 就開始產生一些就是 欸 嗯 問題有一些隱憂啊 問題還比較負面線的思考 那這個時候 我之後就開始 嗯 想一些比較正面的方法 就是我雖然在每個城市都找到沙發族 可是我還是找了當地的那個Hustle這樣 那萬一我一路我就可以去阿長住 那最後我就是經過一些規劃什麼的 我就有順利去到德國 然後去阿英文玩這樣 那就是我一個小小的就是 關於規劃出遊的那個故事這樣 那其實剛剛天啊 我已經把個體思考帽的概念講完了 對 那他其實也有概念就是 我從六個角度去思考事情這樣子 那第一個 第一個角度就是擺設帽子 那我剛剛講到嘛 我們接觸到事情 先接觸到資訊 所以我就去書局找資訊 那就是事實跟數據 就是第一的帽子 那第二的帽子的話 就是紅色的帽子 它代表的是熱情 然後就是熱情 就是情緒跟感覺 它是支持你前進的力量 所以那我們戴上紅色帽子的時候 就是你可以只有 就在把你想要講的事情講出來這樣 然後第三頂思考帽的話 就是黑色的部分 就像我剛剛講到說 欸我們在就是事情友好友快 所以英雄負面的部分 然後我們就是做一些負面的檢定 要去評斷這樣 那它是有邏輯的負面 它是要合乎場地這樣 那也可以去提示你去檢視一些事情 那接下來是紅色帽子 因為我剛剛講友好友快 那黃色帽子就是比較積極的作為這樣 我會戴上黃色帽子的時候 我會去尋求一些比較有建設性的做法 像我剛剛去找塔斯托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就是綠色帽子 那戴上綠色帽子之後 就是比較創意性的思考 因為像我剛剛講到說 一般去旅行就是住民宿啊 飯店啊 可是我改變的方式 我用那個超可民的方式去找沙發圖 那就是創意與巧思 那最後會有藍色帽子 因為剛剛像剛剛有飛機的圖片 它就是一種控制跟指揮感覺 你要控制你的思考 所以它通常就是 欸你在思考的一開始或結尾的時候這樣子 那這個禮帽子的話 它就是幫助我們從不同的角度去看不同 看同一件事情 然後做出結論 那為什麼需要這個帽子 因為我們思考就是跟這個製作一樣 它是混亂的 因為我們一下又要想A 一下又要想B 然後同事想這麼多事情 就會欸 就變成攪拌式的思考這樣子 所以我們才需要戴帽子 然後來幫我們就是 把思考做切割 那它的訴求就是 我們從一次只思考一件事情 然後我們換個頂帽子之後 我們就會變多方思考 然後最後做一個整合 就會變成全面性的思考這樣 那我再來一個在之前 我也用這個個頂思考號的方式去想一下 欸 一個在這個東西 對我來說怎麼改變 像一個在它 它我有的資訊就是5分鐘 然後15秒 然後23pp 那對我的感覺 紅色帽子感覺 那就是欸 它對我來說是一個創新的挑戰 因為我之前沒有用過的這種分享方式 然後負面思考就是 它可能就是一個限制 因為只有5分鐘 那我以前介紹它 不是2個小時 然後而且 我面對的組群是比較 就是多元的 然後黃色的話 我就會說 欸 對我是一個新的挑戰 而且是一個層杯 然後再來綠色帽子的話 就是 我原本是教課的提示 變成分享式 那最後就是 在這邊要送給大家 我已經很喜歡的話 就是 做出一個改變 你想要看到它 在世界上的話 那就是 嗯 希望今天在這邊 然後再有5分鐘 然後可以讓大家 就是這個東西 可以讓大家在生活中 有一點小小的啟發這樣 謝謝